5月6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将举行加冕仪式 这是英国时隔70年又一次迎来加冕典礼 也是该国70年来最大的仪仗劲动 英国各地都为这次加冕准备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 为此次加冕专门设计的皇冠与花卉的图案遍布伦敦的大街小巷 环球时报记者看到 在伦敦白金汉宫前的道路两旁 来自英国各地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民众 在数天前就开始安营扎债以抢占官李卫 只为近距离一堵加冕礼盛况 不过也有调查显示 并非所有人都在英雀期盼此次典礼 英国王室的加冕礼以延习近千年查尔斯三世的加冕典礼代号为金球行动 据了解此次加冕礼将比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规模小 当地时间6日上午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将首先乘坐马车进行国王游行 从白金汉宫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途经特拉法加广场等伦敦地标进进殿 加冕仪式依照传统将于上午11时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仪式主要为宗教礼仪 包括国王宣誓 坎特伯雷大主教为国王图圣游 授予君主王权保囚和权杖加冕等流程 仪式结束后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将乘坐黄金马车进行加冕游行 原路返回白金汉宫 超过6000名英国士兵将参加油行 这是英国70年来最大的仪仗行动 王室成员最后将在白金汉宫阳台与民众见面 随着加冕礼临近 一男子二日在白金汉宫外同事爆炸物后被捕 为保证安全此次加冕礼安保水平与去年女王葬礼相当 整个伦敦有1.1万名安保人员 无人机狙击手等军有部署 被称为英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安全行动之一 在欢庆查尔斯三世加冕之际 英国正面临生活成本危机 据统计英国三月食品价格同比涨幅 再次刷新45年来最高纪录 此次举办铺张的加冕礼也引发不少反对之声 白金汉宫发言人此前表示 鉴于加冕礼是全国性典礼 资金来源将包括政府的公共拨款和英国王室的资金 经旧行动组织委员会估计 典礼花费将可能高达1亿英镑 根据英国余关调查公司4月的一项民意调查 51%的人认为不应该由政府买单 我认为这是在浪费一大笔公共资金 51岁的助产是奥利告诉英国广播公司 在他看来 君主制是一个过气的制度应该废止 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顶层有这么一小群精英飞黄腾达 然后其他人都在东奔西跑养家糊口 但也有观点认为 加冕礼将为英国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 白金汉宫已宣布将在这个周末举办一系列活动 5月7日温莎城堡外将举行音乐会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酒吧夜店将延长营业时间 8日全英将放假一天 英国折扣网站Witcher Coast预计 在加冕礼假期 英国零售消费金额有望突破80亿英镑 预计将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民众观看加冕电力 不过英国余观调查公司4月中旬进行的调查显示 64%的受访者对王室加冕不太有兴趣或根本没有兴趣 只有33%的人对此非常或相当感兴趣 在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中 不感兴趣的比例上升到75% 一名24岁的伦敦信息技术工作者对纽约时报说 人们对王室的喜爱有所下降 感觉欣赏君主是老一辈会干的事 我是说我父母喜欢王室 来自肯特郡的21岁是隐生菲尔米诺对BBC之言 他不喜欢查尔斯国王也不想看着他戴上王冠 我不认为他会成为一个好榜样 他表示如果是威廉王子加冕 他一定会去看 卡特尔办到电视台称 查尔斯三世的加冕里没有他母亲那样隆重 一是从三小时缩短到一小时出席人员也减少了 这种差异反映出英国王室以及英国作为一个国家 在国内和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变化 南弗洛里达大学副教授及其说 伊丽莎白是在大英帝国的余晖中加冕的 也是英国全球影响力日渐时威的时候 查尔斯在帝国已经消失的时候继承王位 而取代大英帝国的英联邦 不确定是否要继续对英国和即将加冕的君主 依恋和重镜